接下來我們來看概念6 概念6是多項式除以單項式 好我們就直接來除囉 來除了 好這個除呢怎麼除呢 還是一樣 首先你先看這個 你比較這個3x跟-12x平方 這裡呢 老師還是一樣 把每一項之間的 稍微有一個距離拉開 因為它可以一個一個除 好首先呢 先看3x跟-12x平方 那你要除的話呢 你就找3x要乘以多少 它會等於哦 它會剛好等於-12x平方 你不能找太少 你就剛好要找等於的 在多項式除法的時候 一定可以找到等於的 那怎麼找 數字跟數字看 3乘以多少會等於-12 3乘以-4等於-12 這就是有一點用猜的哦 x乘以多少會等於x平方 x乘以x等於x平方 找到之後再把這兩個乘起來 負正得負432x平方 一定會一樣 畫一條線把它剪掉 剪掉 剪掉就一定沒有 第一項就一定沒有了 這個就一定沒有 一定會剪掉 而且必須一定要剪掉 才有辦法除 那再來呢 第二個呢 再把6x先拿下來 好了 這時候你再猜 3x要乘以多少 才會變成6x 3x乘以多少才會等於6x 那很簡單 很清楚嘛 3x要乘以2 那你不要只寫2 因為等一下你這個寫上市的時候要把它整個串起來 所以寫一個加2 正2 那你找到這個2以後呢 你就是3x乘以2 3266x 再畫一條線 剪掉 好了 6x-6x一定剪得掉 再把負5拿下來 老师问大家 要再除吗 到底做完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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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除完了没 那怎麼辦呢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笔记栏 老师跟大家说明一下 比如说旁边笔记栏 有写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例子 28x5 5x4x20 余8 这样做对吗 有同学说就 老师这个好像怪怪的 好像错哦 好像错哦 他是不对 为什么不对 同学就说 老师我跟你讲 他应该是这样 28x5 他不能只用4 最后剩下这个8 所以应该用多少 应该用5 5来除 5525 最后余3 这样才对啊 这样做错的 错在哪里 我们小学有学过 余数 余数 就是余数呢 必须要比除数还要来得小 余数要小于除数 也就是说呢 你这个8比5大 这样是不行 这样还没除完 就是你除错了 分东西 把28个苹果分给5个人 最后剩8个 其实还可以再分 就是还没分完 那最后呢 我们算出来 这个3呢 小于5 余数是3 比5小 这样就对了 这样才对 所以我们在整数的除法里面 我们必须要要求 余数 一定要小于除数 余数一定要小于除数 可是在多项式的除法里面 并没有所谓的 其实它是一个式子 所以它不能用数的概念来看 所以它是用什么呢 它是用多项式的次数 余数 它是一个式子 余数的次数 必须要小于除式的次数 余数 余数的次数 必须要小于除式的次数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除式是几次多项式 你看英文字母 英文字母是x的一次 这叫做一次多项式 除式是一次 好咯 那余数呢 余数这个负数 只剩下数字 没有x 没有x叫做0次 余数是0次 0比1小 这样可以 就表示你做完了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只做到这边 假设你今天只做到这个6x 做完了吗 你只做到6x 注意哦 这个6x是几次 一次 有没有比除式的次数还要小 不能等于哦 要比它小 没有 所以你可以再做 也就是你必须还要再做 做完了没 除完了没 你要看一个重点 也就是你要看 于式的次数 有没有小于除式的次数 那很简单嘛 反正你就要记得 这边我的除式是一次 算出来于式应该就是比一次还要小 就是零次 零次就是数字 就这样 所以呢 这个地方到这里是做完了 那最后写一个答 写个答 答什么呢 这个题目呢 商势是多少呢 商势叫做 整个写起来 叫做 负4x加2 于式呢 这里的于式 叫做 负5 好 这个题目就这样子解决了